《观经知识》里面告诉我们一桩思绪 众生造极重的罪业 所有的经教 经咒都救不了他 所有的这个忏法都没有办法把他的业障忏处 最后还有一法 可以把他的罪障忏处 这一法就是专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名号知道的人很多 这个名号功德利益知道的人不多 所以很多人轻看了他 小看了他 罪业造多了 请法师来帮助他忏悔 规模大的 做睡炉发挥 修良黄宝灿 水灿 大悲灿 乃至于发花灿 很多灿发了 实在讲 抵不顾一句佛号啊 不必请人帮忙啊 自己一个人在家念 就把业障统统都念掉了 都把业障统都念掉了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这个立业了 知道人不多 知道的人他就真干了 真干的人 三年 三年 五载 笑果卓卓 他真成功了 啊